收拾吧 解決哎哎不是他怎麼打不死 哎不要告訴我第二階段 然後我現在打不死他哎 不要變身 no 傻鬼 哈嘍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我們來玩一款由 台灣團隊做的海平線無盡旅程 這遊戲呢 我們之前其實在他的 ea 搶先 階段呢有玩過 那現在呢他是正式版推出了 好像多一些內容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樣的新模式呢 哦現在來看一下他這邊的角色變多了 我們這邊有冒險者流浪者探險家薩滿 祭司跟聖騎士還有遊俠 好像是正式版新增的 當然在商店中呢看起來角色其實有10隻哎 他下面還有一個元素斯但是我們還沒有解鎖 所以我想他要通關某個模式 哦所以目前可以用的角色呢有9個 每個角色玩法其實都差異蠻大的 就是他技能拿他那些裝備呢都是 呃對應每個角色都蠻特別的哦 那他角色除了改變造型之外 他也會有附帶的能力 這個能力呢 技能其實在遊戲中都可以學得到 但就是他在一開始就能先學到一招 哦所以對這個角色初期呢 是一個蠻方便的一個選擇 目前這遊戲主要有三種模式 角色故事呢是可以讓你體驗 每個角色的玩法啦 還有他的故事 不過他們故事其實蠻簡單的 所以他是讓你熟悉這個角色的一些 呃內容 我可以來試驗一下 目前這個遊戲complete 就是通關 那我們這改版之前的通關好像不算 所以可能要再通關一次 那也許全部都通關 就可以解鎖到新角色了吧 現在的角色篇章呢 地圖變得很小哦以前其實很大 然後要玩這個角色大概 四十幾分鐘吧 要到全破的話 那現在呢好像加速了 我記得大概玩個十幾二十分鐘 哎就可以把角色這個篇章給全破掉囉 另外新的頭目挑戰呢 是可以選擇三名冒險的夥伴 然後在地城內啊打倒強大的敵人 這個模式哦有四種關卡 然後他一次是可以選擇三個角色 所以這角色間的搭配哎就有點重要了耶 你要用哪三隻 然後這個順序也蠻重要的 因為代表他角色行動的順序 啊你可以看搭配看看哪一種比較適合 哦兩個矮子加上一個 第四個第三個矮子應該是元素斯吧 都是矮人的樣子 這個模式呢就比較偏重戰鬥 他所以跑到一個大地層 然後這地層裡面呢會有好幾層 那沒往下呢難度都會上升 所以你要在這邊稍微鍛煉 練等升級 然後取得好裝備 然後想辦法打倒最後的boss 那我們今天主要來玩的是多人冒險 不過可惜這遊戲就是單機遊戲 他不像Four King 是可以三人連線 那這三個人都是由你來操作的 對冒險的就是一個 大世界的一個冒險旅程哦 這模式下的地圖呢就非常大 整個世界比之前1A版的都還更大 大了大概兩倍左右吧 那這邊我們會有一個任務目標 那預計我們要到這邊啊來挑戰 他這裡的主要目標就是 你要去打倒模組的巢穴 那這次世界呢好像有三四大個大boss 然後我們就是要想辦法去解決他們 那這遊戲呢有一個限制就是保時度 每走一個步路呢都會消耗保時度 消耗到零的話就會死掉 那這要恢復的話要花錢 所以你沒辦法在世界地圖上 隨便的亂逛啊 所以每一步呢都要珍惜的移動 那這邊呢我們可以先往前走 戰鬥 他的戰鬥呢 嗯有點不太像ラグ like 一點點主要是他就是 過關之後可以選裝備了 然後選技能 那主要呢我們這邊就是用骰子 骰出啊資源 然後用這個資源呢來使用你的技能 每個角色呢可以裝備5個技能 然後我們就是資源還有 他總共有四種不同的資源 那這個是回血的回血 ok 那我們現在血滿就沒事 那可以換下一個 每個角色呢骰子是分開的 這個骰子呢是根據這個角色 裝備會有不一樣 所以這邊我們就可以繼續射擊 我們選的是技師弓箭手還有一個 勝騎士 是級是級是級 然後發現哎沒什麼招式可以用了 ok 沒招了我們還多三個資源 所以這個技能跟裝備的搭配呢 哎就是這個遊戲蠻重要的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這邊好像可以 撞他 撞他 然後盾擊 撒 再來我們還可以再發盾擊 我會覺得升級是他這盾有夠強 盾擊的傷害有夠高 他是消耗他的護盾啊 來造成比較高的傷害的 那這邊都是三對三 敵人也有三隻 不然你看敵人的血量哦 都是比我多很多 但還有的是就是這個角色呢 他是 可以行動 只要你資源夠的話就可以一直行動 那這邊戰鬥模式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呢就想辦法升級 然後呢 把裝備啊慢慢提升上去 那這邊呢還可以補血一下 補自己 啊每個角色大致都有自己的補血能力 啊大致上都會有 只是你最後的裝備啊要怎麼裝 怎麼搭配 像我們的攝影師可能就是 加防禦然後用盾擊來造成 比較高的傷害 那我的祭司呢 可能就是主要去補血拉加護盾 那弓箭手他也算是攻擊型比較多的 好最後 我們的盾擊我的都是盾 全部都是盾盾 哎他這要打兩下 他就是有一個特性啊 他死掉之後要再敲一下 他會有一個更新的感覺 啊戰鬥模式大概就這樣 我們這第一場簡單戰鬥 獲勝中呢可以得到一個裝備 這個只能選一個 但是你的角色有三個 那每個角色大致會有三到四個裝備的需求 然後這戰力品呢也有稀有度 還有他的附魔的能力 好像這個有顏色的綠色呢是好一點的 藍色是更好 然後還有紫色的紫色是最好的 那哎抱歉沒有橙色好像有哎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能力 跟他的散面 來決定到底要不要拿 那這邊升級之後呢 我就可以選擇技能了 這個每個角色呢可以從三個技能去抽 那等級越高後面技能 其實我覺得是會比較強的 前面抽 補鞋 然後這個 可以揚弓 加護盾的 然後我們的 這個用什麼呢命令射擊 這個好了 ok 那這個學完技能呢都要在界面裡面去裝備 那這個盾牌 啊去切換 這樣子 那看一下他這個骰子骰面是一樣的 但就是多一個不同的能力 那每個角色技能只能裝備5個啊 所以大概要根據你現在的裝備能 骰出多少的這個資源來去改變你的能力 不過有點很可惜的就是他的卡片呢 不能用數字鍵12345去快速的選擇 所以他操作上的你是要點一下 然後再點對手啊 這邊想要攻擊的話 所以這個嗯 戰鬥上就沒有這麼流暢 那甚至你要加自己盾的話 這也是要選擇 如果在這個角色能力上 多一些快捷鍵的話 戰鬥流程應該會流暢一點 哇這邊遇到 第一個比較大的事件 大熊 好大隻血量兩千八 這麼誇張 我們今天才5級 然後稍微還是在蠻前期的階段 那他可以免疫負面效果 那會一層一層的減少 頭上可以看到他傷害45乘以2 好狠哦這個boss 看起來不好打哎 我們努力打到快一半呢 他這個攻擊已經來到180了 好誇張哦 他有一個雄靈之怒 就是傷害力量直接加30 這個怎麼打 一拳180我 我沒人撐得住啊 這個盾我再怎麼扛180 注定是要有一個人死掉了 哇 這個我們是不是有點 不該來打呢 好我們現在最高傷害頂多就敲一下 100多 那他這一隻就是不能用太弱的攻擊來打 不然他這個力量會只疊加上去 所以我們要單發比較強的 但目前我們 沒這麼多招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回合死的誰 這個死的話 我們應該是沒有復活技能 誰會死呢 哇是我的弓箭手 哈哈哈 剩兩個人 然後他這一回合攻擊105乘以2 會打兩下 那這兩下如果分配在兩個人身上 好像扛得住 有沒有機會 應該 可以吧 哎不對 我們現在剛好剩105哎 我的騎士會扛不住 哦都打在騎士上 騎士扛不住 他那個剛好在最後有加一個盾啊 這是他裝備的特殊能力 那我剩一個法師 剩一個補師 ok 一拳210 咦死掉了哈哈 太誇張了 這邊呢他現在死掉不是直接game over 他可以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的話呢 他會跑到戰鬥外啊 所以目前看起來 我這個等級還有現在的裝備呢 打不贏他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想辦法先撤退 哎有撤退路嗎 沒有 我們沒得撤退耶 我們回來的那個傳送陣 還可以回去嗎 不行了我們回不去了再會了 2000 years later 經過我們不斷的嘗試呢 哎好像有機會贏哦 他中間有時候會改變狀態 然後他就不攻擊我了 我的我的 祭司雖然死掉了 但血量他磨到剩這樣 然後我讓他很多的中毒 我慢慢扣血慢慢磨 這樣子下去 我看看 應該贏得了 最後一擊 如果不死的話 其實在下回合中毒也可以毒死他哦 結束了我們的好友盾擊撒 打贏了 改變一下戰鬥方法 獲勝了 這心育病的就是開skin啊 那個比較重要的一個貨幣哦 我們打贏了耶 古老的庇護 超級強的熊靈 這是我該現在該打的嗎 有夠強 哎得到道具好爛哦 這是白樁哎 然後啊復活了哦 血量都補滿了 哦還有特殊的衝鋒哎 他這有祝福 然後這邊送到外面來了 但現在我比較危險的是 我的保實度 剩下25 這邊補充我們要 我們要補到滿吧 要花120塊 哇很貴耶 要補那麼多嗎 他要補55比較 划算 ok 不回來了最多只有一百 那這個只能拿一次 嗎 嗯是不是可以再過來 但我們等一下等保實度扣了再說 ok 我們活過來了哦 意外的可以繼續往前進了耶 哎呦有夠難哦 那我們先走他的主線好了 要到這邊 我們先上去 這邊我們要解決另外一個世界boss 好像是冰屬性的 法師哦巫師 那這個血量就沒有那麼多 然後剛剛那個2000多 2000多嗎 這個1500然後有一些小怪 不過他的招式呢 大部分都是全體攻擊的 所以傷害其實也是蠻高的 但不像那個熊嶺一樣 一發給秒殺 但是這個打贏就蠻輕鬆的 但這邊拿到戰利品都蠻爛的 都沒有特殊的效果 就這樣我們打敗了冰封之關 這是一個世界大boss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打下一個了 冰屬性的打完呢 還有火屬性的 哎他直接幫我們送出來耶 好方便 然後地圖上有這種特殊的方塊 這是要 丟骰子的 可以獲得不同的東西 運氣考驗 我們這邊最好的是生命恢復大 但我們不需要回血 所以目標呢是這個 財富加戶 所以要骰出三個盾哦 一個盾都沒有哎哇 只有一個 他這邊呢可以保留 所以我要再骰出兩個盾哦 或是 還是我骰子出高級藥水 我們拼拼看好了 高級藥水也好 有哎三個盾 骰出三個盾了 六步呢每一步都會賺五塊錢 所以這樣賺三十塊 哎還好 ok 那我這邊我們 上岸繼續探探 哎剛有一個東西他不見了 我們去地城路口 啊這遊戲在這個模式下 這整個遊戲蠻長的 算是一個史詩級的任務 我們這邊呢已經玩了 快三個小時嘍 進度大概直到一半 雖然他可以中斷了 你可以隨時記錄 然後下次再玩 但我們這一次呢來看一下 過完這一關哦 大概要花多久時間 哇敵人越來越強了 這個血量都超多的 但現在我們也變超強了 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呢無消耗 然後可以使用 兩次 然後他的招式呢 奉獻啊 再讓一個夥伴無消耗 他就不用消耗資源 就可以使用招式 ok 你看我們盾 全體有19個盾 還有回血能力 那這邊呢我獲得 三層無消耗 這都是裝備的能力哦 所以我這邊放三招呢 都是不用耗 各種能力的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先打誰呢 我們先把第一次給解決掉好了 無消耗哦 那就來嘍 然後這個重複傷害 假如有中毒呢傷害是兩倍 這我也可以達到100了 而且我不用消耗的東西 轉 然後再來呢 我們還有個滿弓射擊 這個傷害又100 轉 超強的 然後還可以再打一下 然後一個穿字劍 嘿 哇 你看我們幾乎快秒掉他了 他超慘 再來是我們的 瞬騎士啊 這邊 敲他個兩下好了 哎嘿瞬間秒殺一隻 輕鬆搞定 這個小boss 我們現在呢有拿到傳說級的 這個橙色的哦 但好像沒有比較好哦 我們剛探索的各種洞窟裡面 有拿到這個裝備殘片 我可以交給這個鐵匠呢 來打造 特殊武器嗎 消耗5個 應該是最好 的吧 哎這好像傳說級的耶 啊就是裝備耶 他是防具 我也都是武器 這件給我們祭司用嗯 好像還不錯哦 另外這種佳麗品是這種易獸毛皮 這應該就做防具的 雖然剛那也算防具吧 啊不過呢他這個拿到之後 他沒有一個背包欄位 就是你不知道你 現在到底拿了多少 所以你要自己記 我們大概是拿了6個吧 我們來到主線劇情重要的地方啊 這邊有個強大的亡靈 正面就是雷 直接來了旁邊有一些小怪蛋 來吧 現在的我們哇 2600的血量 他好黑哦他融入背景 哦這個小怪也很強哎 那我們還是要一把他清掉 來現在我們呢哎 又變得更強了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個 這個零消耗 加在這裡好了 ok 然後我想想這個我 資源夠我就可以自己來 然後這個 奉獻一下 好啊有再生的能力 接下來是這個前層 ok 步道一下 好你看我們的盾超厚 血量要補滿了 他們的傷害 都打在同一個人身上 好像勉強扛得住哦 那這邊先來個中毒 中毒之後再一個重傷害 100多100多 再滿弓100多 之後補一下 nice 哦 你現在我們的聖騎士的學到新招了 有一個全力重擊 血量80%以上的傷害4倍 我可以打148 所以我現在不靠盾呢也可以打 只是我們的劍 塞不到那麼多 但沒關係我們有技能 我來看一下我要打他嗎 我要揍 嗯 感覺我們這傷害留給其他人比較划算哦 先揍這一隻 然後 這邊只能用一下 啊因為我們那個消耗只有多一層 那剩下的就用盾吉拉 加盾 這個還是先敲一下 我還用嘲諷嗎 好吧嘲諷啊 嘲諷 扛得住吧 嘲諷嘲諷 給你打沒關係 來 通通都打我 盾超厚扛得住沒有問題 哎但是 我無法再獲得格檔哎 最完全是克制我的騎士的招式 這個黑騎士放大招了哎 28點傷害乘以9 這種多段的話就要想辦法降低他的攻擊 這個傷害加起來兩百七 我扛得住嗎 啊我們這個組好像沒有降他攻擊的耶 所以我看看我們只能想辦法先加盾 稍微加這個 然後 想辦法 盾 我的這個盾已經有159了 夠厚了吧 扛得住嗎 別死人哦 我都都都都都都啊出事啊 他只會打同一隻哦 好吧 哇他下一集就是239 好我們剩下兩個人 應該還打的死 應該 239 哎 這個盾 怎麼加都不夠厚哎 那究竟誰會死呢 拜託看我祭司 耶 因為我祭司沒有攻擊能力 所以我們的弓箭手呢 應該有機會能解決他 而且我這一次呢是無消耗 收拾吧 解決哎 他怎麼還有一滴 他怎麼還有一滴 再來一發 哎不是啊怎麼打不死 哎不要告訴我第二階段 然後我現在打不死他哎 啊一直更新怎麼回事 不要變身 no 傻鬼 你全復活我要再打一輪 呃 嗯 有點太狠了哦 這樣我先打這一隻吧 嗯傷害報告 不夠不夠啊 差一點差一點 哎 我是還扛得住但是在哎扛不住了 哈哈哈哈 不能死哎哇 這個好難呢 這一次我們好像打的贏囉 我們先把它解決掉 他這已經復活一次了 然後我的聖騎士還是犧牲 那我來看看 我們現在 先來個一發 有了吧不會再復活了吧 再復活就誇張了 然後我們還有兩發 這個先把小隻的 這個先解決掉 然後再來這個比較痛 然後補一下 ok 應該扛得住吧 我這個盾很厚 然後還有再深的能力 然後我們可以繼續了 來加一下 ok 這樣我們一定打的贏 來看一下 怎麼補比較好 應該是打不穿了 補一下補一下 ok ok 打不穿打不穿 最後一發 解決了 這是我們最後的大大大 主線 哎這個法庫是不是一樣 哎好像差不多的東西 嗯就是魔法那個跟葉子 自然兩個是 相對調的 張立平其處復服好爛 張立平好爛 接下來呢繼續追蹤墮落騎士 哎他逃走了是不是 哎還沒有打完 跑到隔壁去了 就在隔壁哦 你也逃的太太不遠了吧 ok 所以我們還要再打一輪 哇那這故事真的很長哎 我們體力還夠 然後我的身體是下一滴血 來啊 你在哪邊 你再來 哎哎我這洞窟其實我來過哎 但現在這應該就是真正的大決戰 來吧我們就 完結他吧 哎血量又變多 又要再打一輪 啊他沒有變化哎 這血量也多太多了吧 我們塞到了運勢絕佳 我們現在發現我打不贏 我們要出去再逛逛 運勢絕佳好事接點不斷 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哎 哇他這邊居然有紅色裝哎 這邊是最高級的 所以我們難度提升 現在是最高最高的紅色 那 神法杖 我們要把裝備先弄的更高等一點 然後這邊呢 我們順便去解決一個研磨 這裡另外一個boss 現在難度已經要到最高等了 我 哇哦哇哦 跟我想像中研磨不太一樣 他算是女惡魔的感覺 而他的手是不是有四隻啊 哈哈哈而且 血量3000好哦 不過這一隻呢意外的還蠻好打的 也許是我們現在變強了 搞定 你最後大魔王好打多了 哦有幸運幣 這是一個 算主線任務之一哦 這樣算是勝利了吧 但我們最後還是要打倒他最後的 那個 惡魔 那個騎士 哎光榮回歸耶 難道 這也是一種勝利條件 我們擊敗了研磨 那另外的那個騎士呢 哎我們好像贏了哎 贏了 我們打敗了研磨 得到了熊靈的祝福 然後打敗了領東魔將 但那個墮落其實沒有打死 和亞人對上裝備哎 我們有兌換啊 還是要兩個亞人 他有一個防具的沒兌換到 那這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之後可能就是分批啦 如果要一次解決的話比較困難 我這經驗值超多的 但我們玩了四個小時半 哦這個史詩節冒險非常的長 然後這邊就升級升級升級 對今天我們角色 越升級是越好打了 他有些比較強力的附魔 搭配起來會更好用 那有新的技能 所以我們之後可以再好好搭配一下 哇很需要哎 我現在等級其實蠻低的 哎都10級了 都有更好用的 那不同附魔 然後不同技能不同裝備又有不同的組合 不過他戰鬥真的有點多 就是一輪要打好幾次戰鬥 會有點累 有點重複了 那這邊可以保留一個裝備 哇哦 所以不可以留這個神級裝備耶 哇 哪一個比較好的 劍吧 這個劍不好拿到 但這個盾有很厚的盾 哎嗯啊嗯啊 劍好了我覺得劍 好像比較少哎 然後這個我們攻劍手機 沒什麼好裝備 就比較弱一點 但這個這個萬象之力 這個真的很好用 在後期有這個強力技能的時候 無消耗這是一個很棒的能力 哎可是這個難度 都是最終魔王啊 為什麼這個火焰研磨 好打那麼多啊另外一邊血量 呃每次都2000然後有有三隻 哈哈哈 血量不對吧 ok 總之門過關了 但這只是其中一個地圖 他還有兩張地圖哦 我們過的是矮人王國 應該算最難嗎 不曉得因為他是最下面嗎 所以這遊戲呢 哎能玩東西是還蠻多的 哦因為我們角色都還沒有開玩 哦所以我喜歡這種卡片對戰嗎 rug like 的冒險呢 這遊戲哎挺愛玩的 我們還有很多角色 其實還沒有把它解放到新的造型 然後他等級也沒升滿 這個升滿的話 好像要到15等 那我們連床子造型都可以改 那有不同的 但船的話就沒有特殊能力了 然後我們第十個職業 這個元素師哎還沒有解鎖哎 這個達成條件不曉得是什麼 不過確實我們前面角色篇章 都還沒有過完 所以不曉得大家覺得怎麼樣啊 那我們今天呢 先玩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呢 別忘了按下你的喜歡 感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大家拜拜